今天要來報一個大料 倫敦大學不授予1.5 獲兩個博士學位 這一個是千真萬確的來自於英國倫敦大學的回應 所以蔡同學我不知道這樣的故事要怎麼凹下去 所以我說蔡同學的這個 她的精神真的是有一點問題 她不是很正常的人 她不是在開玩笑 她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今天要來報一個大料 這個大料是倫敦大學說 我怎麼可能去授予人1.5 或兩個學位 好 這個是倫敦大學親口說出來的 我也不會去授予1.5 到兩個學位 好的 這個獨家新聞 是俠新聞報出來的獨家新聞 這個俠新聞的俠字呢 我們故意把它取名成為俠新聞 因為一個口一個假 就是我們常常台語用說假爸爸那個假 這個字我們要作為假新聞 把它當成一個諧音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用來諷刺台灣最大的假新聞來源 就是俠啦 就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是最大的假新聞的來源 自己的假新聞不抓 拼了命的去抓別人假新聞 搞了一個什麼 側翼叫什麼事實查核中心 出來這個把所有對政府不利的言論呢 加以控制 好 那這個假新聞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待會兒跟大家說 這個假新聞的創辦人呢 就是我啦 這個假新聞的創辦人就是我啦 假新聞是一個很龐大的機構嗎 對不起 假新聞幾乎是只有0.5個人 那為什麼我們有源源不絕的來源 因為我們有各地的correspondence 我們有各地的約聘的通訊記者 當然約聘的通訊記者 我們是案件記仇的復稿費 他們相信俠新聞 他們知道新聞要被打壓 沒地方去 就來俠新聞 好 我們來看看俠新聞 這的獨家是什麼 這個標題是倫敦大學說 我們不授予1.5或兩個博士學位 雖然用膝蓋想就知道這是事實 可是倫敦大學從來沒有親口說出這句話 那不親口說出這句話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 她覺得我們說什麼 蔡同學說她拿到1.5個博士學位 那純粹是開玩笑 她覺得這根本就在鬼扯 所以懶得回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她覺得 我還是給蔡同學留一個台階讓她下吧 省得到時候還被提爆更窮 所以這兩種都有可能 在1月15號 俠新聞說 蔡英文在2011年10月25號 她所出版的自傳 洋蔥炒蛋與小衣便當的第11章內文曾經提到 我想老同學都知道 她不只是在她的自傳中提到 她在跟 她在 2015年跟 大學的學生在吹牛的時候 她講到一模一樣的內容 好我們來看俠新聞這則內容 國家領導人蔡英文還在在野黨領袖的時候 曾經出版了一本自傳 並且在內文中提到了倫敦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的論文委員會 在當年授給她一個半的博士學位 對此 一位自稱是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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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網友 向倫敦大學的官方提問 透過What do they know.com 問了一個問題 一篇博士論文可能在倫敦大學取得1.5個博士學位嗎 對此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英國倫敦大學 對不起 官方在14號回覆 倫敦大學 不授予1.5個博士學位 好了 這個詐騙集團的騙子再一次 被拆穿 她是個騙子 那請問台北地檢署 台北地方法院 這個騙子的 說法還能當證詞嗎 好我們再往下看 蔡英文在2011年10月25號出版的自傳 叫洋蔥扯蛋與小櫻便當 我管她叫洋蔥扯蛋 她全名叫洋蔥炒蛋跟小櫻便當 她的第11章Chapter 11中有提到這一段 不過 她在演講的時候 又提過了一次 來我們來看看 做個有記憶的人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我的指導老師就把頭看出來 她說 那妳進來一下 那我就進去了 她說我們討論了很久 到底不是討論要不要給妳博士學位 我們要討論是給妳一個博士學位 還是給妳兩個博士學位 那最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我有三個examen 甚至三個口試委員 這個 因為我的論文是法律跟經濟的混合體 所以 一個是我的指導老師 一個是經濟學家 一個是學法律 那那個律師就說 妳的經濟部分寫得不錯 那個經濟學家說 我法律的部分寫得不錯 這個 這個大概是原始以來的 論證學院最 令人驚奇的 對我博士論文考試 然後最後 他們決定給我1.5個學位 那妳說她是演講的時候一時口誤 對不起 她在2012要出來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她呢 自己的自傳 這下白紙黑字的東西 該不會是口誤吧 我念給大家聽喔 她的第十一章 提到什麼 雖然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快 但老師大都很忙 要讓他們把整本論文好好看完 審查完 可要花不少時間 我把論文交上去後 經過了半年 才得到論文口試的機會 口試那天 說明 姐姐特地從台灣飛來陪我 各位看到了嗎 姐姐飛來陪我 結果姐姐飛來哪裡陪我呢 飛到了美國的 Boston的Cathedral Church 在門口照了一張相 那這張照片 在網路上的網路版本的洋蔥扯淡於小英便當呢 圖說已經被偷偷換掉了 換成姐姐蔡英玲與我合影 那這個牛呢 基本上吹了八年之後被我們拆穿 她從2011年10月25號出版 吹了八年的牛被我們拆穿之後 偷偷在網路上給改了 可是抱歉 紙本就是書改不了 所以通通都還在證據都還在 好 接下來 她說 我把論文交上去後 過了半年才得到論文口試的機會 口試那天姐姐特地從台灣飛來陪我 雖然我很緊張 口試的過程很順利 沒有花太長的時間 我坐在外面等待委員會的決定 本來覺得口試順利 問題不大 但等了兩個多小時後 卻依然不見動靜 我開始緊張起來 做也坐不住了 在那裡開始胡思亂想 我坦白說 口試委員 討論兩個多小時 很罕見 我幾乎沒聽說過 但也許我孤陋寡文 也許蔡同學的論文太高深 這超越我的經驗值 好 我呢 這個做也坐不住 開始在胡思亂想 為什麼要讓我等這麼久 難道他們不打算讓我過嗎 這是2011年10月份 蔡同學的自傳 洋蔥炒蛋與小櫻便當的第十一章 我逐字的念 沒有篡感 為什麼要讓我等這麼久 難道他們不打算讓我過嗎 是不是老師要當掉我 正在緊張的時候 忽然見到我的指導教授 探頭出來對我招手 Miss Tsai 你進來一下 我快步走過去 看到老師臉上的笑容 我的心還放不下來 走進房間 老師先向我道歉 解釋說委員會花了很多時間討論 辯論 我們討論了很久 但不是討論要不要給你博士學位 而是無法決定要給你一個博士學位 還是兩個 討論到最後 論文委員會決定授予我一個半的博士學位 一個法學博士 上面並加註了我 對於國際貿易有很強的學術背景 相當於半個國際貿易學的博士學位 這是一本書 這是她的自傳 她選舉前2011年10月25號 光復節當天出版的自傳 一本書的自傳不會口誤 而且這是選舉前拿出來推銷自己的 所以我說蔡同學的這個 他的精神真的是有一點問題 我是說真的 他不是很正常的人 待會我們來看看 英國倫敦大學網站上網友也這麼說 說這個人一定是腦袋有問題 他還當真的這麼跟演講的時候說 在他的自傳中還是這麼說 可見什麼 他不是在開玩笑 他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來 俠新聞說 一位自稱陳千千的網友在1月3號 透過一個幫助英國人民對自由資訊提供的網站 叫做whatdothenow.com 向倫敦大學的官方提問 提問的問題是 親愛的倫敦大學請教一個問題 博士論文有可能在倫敦大學獲得1.5或兩個博士學位嗎 對此2022年1月份才剛剛上任的倫敦大學的資訊官Emily Brick 在1月14號回覆 她的Email回覆說 倫敦大學不授予1.5或兩個博士學位 您可以在此處找到倫敦大學的博士學位規定 他也貼了一個連結 好 那你會說俠新聞亂講 所以蔡同學我不知道這樣的故事要怎麼凹下去 總統府半夜是不是要再加個班 發個新聞稿解釋一下 演講中講到一模一樣的 在2011年10月25號出版的 《洋蔥扯淡與小英便當》 各位現在上網去看電子檔這一段話還在 在第11章Chapter 11th 她只改了那張圖說 她說姐姐特地跑來英國陪我參加博士口試 改成了姐姐蔡英玲與我合影 因為被踢爆了 那是波士頓的Cathedral Church 現在她在她的洋蔥扯淡與小英便當 電子版還來不及改 各位趕快上去看 第11章的內容 她說她被頒發了1.5個博士學位 剛才我們播的那一段影片當中 她也講到一模一樣的內容 現在被倫敦大學正式打臉 蔡同學要不要開個記者會 在orm著 現在不決定 第二章的談擠 一章的談擠 都在回音 那裡